我是在問的是有關訓導牙包感菌 他是愛用者 但是不知道怎麼保持 因為他有發現說有時候 花比較久會長 這樣應該應用效果 效果是不會啦 但是存放 老師怎麼存放比較好 嗯 這個東西 昨天說你買到這個 因為我們有時候蒸不太多 蒸不太多 營也營不太多 這個東西在營就生性了 所以有時候也放比較久 所以你最好就是可以 例如有夾鏈袋還是什麼 先把他拼作小包 這是一個最初 算是開啟了 你把他拼作小包 例如有的人會去幫他 一公斤 他就把他分作十小包 就給他分開 用夾鏈袋 抬著一次要用 大概打開就要用完 現在他沒用的他就把他拼作 拼作 這是一個 目前來說 最好的保存方式 但是 你如果是一包 譬如說你 有的人會堅定都是怎樣 譬如說他一包透過 透過後他用一點 他再把他包拿去拼作 拼作 包一遍又拿出來用 拿出來用有時候 他在這 底下兩兩的鋁箔袋 所以 有可能外面的三星 外面都一樣 因為他的運動比較多 所以 他就兩年水 水氣的造成 現在水氣造成 剛好 跟 這個殉狀藥保鑑菌 裡面的一個成分 一般來說就是 麥亞福精 這個東西 他就去吃水 他的原地很大 現在他吃水就夾外了 所以夾作會就會變硬 這就是我們前後面說 用一用的都會變硬 變硬是沒什麼要緊 就是說你 你如果摸到硬硬 你把他 把他 把他扁開 把他扁開 他用多少用多少 趕快用完就好了 這對到這個效果來說 是沒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有時候變硬 我們在用很難用 雖然說 等到水底也是會用 但是 通常是沒辦法 太好用 所以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 提前朋友 稍微做一下 這個了解 就是說這個東西 你可以幫他試試看 這個 如果是分成小包 雖然比較廢棄 但是這是一個最容易 最容易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如果分開了 還可以跟他冰大冰箱 一定在用的時候 不然就不要冰 不然因為 很多人會去放冰箱 很多好朋友跟我報告 這是沒辦法放冰箱 不然像榮林菌尿器都會吃 這尿器也沒法理 我們如果沒有吃尿 所以這尿器 在那裡咬 這有時候咬到整個 都吃到要瘋 好像沒有菜 所以 他會去把它放在冰箱 最主要放在冰箱尿器 尿器就不會濕 但是就是說 你若是比較大包 在那裡拿來拿 他就有這種 因為你冰 還拿出來 他會去 比較容易濕的這個問題 我們要稍微知道 這大概是這樣 這 如果變成盡量 就趕快用完就好了 這一般來說 是對我們的一個 是比較沒有 很大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對效果 應該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影響 倒是搖個還好 只是說 這讓我們有一個提示 就是表示說 因為你若是變成盡量 最適合的這個意思 就是說 他就是有去吃點水 為什麼要吃點水 有可能就是去冰在冰箱 還是說我們打開 因為天氣很 因為我們在用 這個殉狀藥寶寒菌 效果要好 通常都是在 拍天落後 那個時候 拍天落後 那個時候 我們在用 他的濕氣本來就很冷 因為濕氣冷 我們再用這個 在那裡拿來拿去 所以 他就比較容易去吃水 你吃到這樣濕濕濕濕 所以這變成就是 他就這樣翻頂翻頂 這很討厭 這有時候我們的應用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會有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了解